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平时做酸菜都会用芥菜 装进玻璃瓶、瓦钢等等容器的来制作 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 用大白菜和矿泉水瓶就能做酸菜 简单易做零失败 快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准备一颗大白菜 把表皮的这一层菜叶给掰掉不要 把根部切掉 再把白菜一片片的掰下来 接下来准备切白菜 把白菜切成细丝 用我的这个方法腌酸菜 菜刀和菜板 装酸菜的容器都要保证干净 无水无油 腌制的过程中就不会有自身细菌 而发生变质 腌酸菜 白菜可以不用洗 吃的时候再来清洗 也可以顺便把盐分洗起一点 有些朋友觉得不洗就不敢吃 那么也可以用清水洗 洗锅后一定要晾干水分才切 白菜全部切好 装到一个大盆里 注意装白菜的容器都是要无水无油的 加两勺食用盐 直接下手翻拌一下 让白菜都浓均匀的沾到十眼 拌匀后放在一边 把白菜软化 腌制出水分 接下来拿出我之前清洗好 晾干水分的矿泉水瓶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像平时买矿泉水喝完以后不要丢掉 可以留着放在家里面 非无利用 把瓶子瓶身瓶口都要洗干净 特别是瓶口 容易沾上唾液等等 洗干净后充分的晾干水分 酸菜腌制的过程中就不会发生变质 白菜腌了有三十分钟 出了很多的水 喷 判断白菜腌好的程度就是拿起白菜棒 放在手里面 随便你怎么折怎么扭都扭不断 变得非常的软嫩 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水分特别多 把白菜摘在手心里面 稍微的挤干一点就可以了 不用挤得太干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拿出矿泉水瓶 把白菜一点一点的装进去 装进去的时候稍微按压一下 不用装太满 装到九分满就可以了 腌制的过程中会发酵 再把瓶口盖起来 这样一瓶酸菜就装好了 把剩下的白菜 全部装进光泉水瓶里面 两颗大白菜腌了三个矿泉水瓶的酸菜 装进去以后 放在家里面通风印凉的地方 腌制30天以后才能食用 避免阳光直射 腌制品都会含有亚硝酸盐 腌制30天后 里面的亚硝酸盐含量降到最低 吃起来也就非常健康 不用担心了 腌好的酸菜可以直接炒着吃 或者用来炖排骨 炖五花肉都是非常的脆爽美味的 学会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